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八福转球给自己创造机会 进行一整套的八球抢攻击战术 好,现在开始我们讲一讲八福转球 配合我们的正手抢攻 八福转球呢,要领其实和八扇也就是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说,让这个球发出来看着向下下 这是我们八福转球的一个核心 重新放低,身体朝右,正对朝右 这个拍形呢,同样是以一个平面 从后拉到前面来的,这样才能做到一个迷惑性 那么八福转球的时候,动作可以适当放大一些,夸张一些 让这个球看起来更像,发的是下旋球 动作放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发出来接触到球的那一瞬间 我们这个左脚可以稍微插一下 整个一个重心转弯到前面来 这样左脚,这样感觉看似很用劲儿 但其实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发球,我们的拍片接触到球的时候 是不带摩擦的,是把这个球感觉像是刮过来 刮过来 一个是,声音是比较闷的 说明是,这个球在球拍上,焦皮上,接触到了瞬间的摩擦 一个是没有,一个是有一定的撞击的声音的 听到了吗?这个就是我们发 看似非常用劲儿,但其实发过来是 手拉开,踏脚 发出来的时候故意,为了更做到迷惑劲 就是发出来以平的板面朝向对手 这样发出来就看着 一般是发这三个落点 如果说是,稍微发长了一些 没有关系 对手他不一定会及时的做出判断 对手一般就是发长了会去拉 或者说,两个这样去拉 或者说是,把这个球抽过来 把长了还是抽过来 但是呢,发不断球的效果 以及我们比赛当中 实战当中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队场功 这也是根据对手的情况,对手的实力 比如说,一般选手 像这种短的战连球 或者不断度它是挥旋的去拧 或者说是去调 一般呢,更多的挥旋是去戳过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我们的发球场面 那么,接下来我就演示一下 发不转球会遇到的情况 好,我发动了一样 次回予告 那么现在对手用调打的方式 接过来我们如何来处理 调打的话 它的速度肯定是比对手抽过来的 这个速度要快一些 所以说我们稍微抽到中手的时候 就不需要动作那么大 然后手动作就需要小一点 因为动作大了 就来动作上这个球的速度 这些速度肯定是最大的 可以的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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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 barriers 好